顶记篮子关注康复医学网ID Fix 枫叶之国画康复ID Fix 123 是不是记得读书的时候 老师总是说 坐直了 在家中写作业时 父母看到你七拐八弯的坐着 更是严厉的批评你 久而久之 坐姿一定要端正 就深深的直入每个人的印象之中 如果你不坐直 那么就可能出现腰背痛等各种问题 那么 你是否还在这么严格的要求你自己 你是否仍在刻意的维持这一坐姿 如果仍然是这样 那么请你先放松 因为研究已经表明个优胎 不仅没有问题 而且对某些腰背痛还有益处 实际上 跟普通大众中流行的看法相反 在学术界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 坐直或站直是所谓的最佳姿势 我们总是强调坐直 最好是头上放本书还能保持平衡 认为这种姿势是最佳的生理姿势 并要求一直保持这种姿势 有时甚至一整天 但是 当前的研究表明姿势变化重要得多 因此经常变化坐姿比你一天到晚 保持一个所谓良好姿势要好得多 物理师Scout Mayne说道 Peter O. Sullivan 来自科并物理和运动学院的教授 几股专家兼物理师Peter O. Sullivan 说他的研究和临床经验 显示和忧坦和腰背痛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腰背痛是由某个特定姿势引起的说法 我们并没有找到了相应证据 我们都知道腰背痛患者很可能 习坐着的时间多于无腰痛人群 他们的腰部肌肉总是紧张多于放松 因此建议他们过段时候就放松一下 O. Sullivan的教授说道 临床上 我经常看到大多数腰背痛患者 都是直直的走进诊所 并且坚信保持这个姿势对他们有利 可是当你对他们进行检查时 患者总是感到疼痛 你保证患者放松一下也没事实 他们顿时就感觉好多了 O. Sullivan补充道 为此O. Sullivan和Sport May 总结 那几个常见的关于腰背痛的错误认识 错误认识一 坐着了 否则会导致腰背痛 这种认识都是都是由于社会常识的误导 而非和学政治支持 O. Sullivan教授说 从小到大学校和家庭的这种教育 导致我们的整个观念 就认为坐职是最好的姿势 并且还跟健康问题联系在一起 物理师Me Moe曾经给一位女性 腰背痛患者做 该患者战战兢兢 保持后背比直动都不敢动 Mei经常运用专业人员的权威 保证她稍微放松绝对不会出事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患者的腰背痛在离开门手之前得到彻底减轻 其实这位患者工作之略又爱运动 但因为工作关系 一天到晚需要坐着 因为传统观念的影响 只要坐着 就保持一个姿势 坐直 因此顾不了数月 腰背就开始隐隐作痛 加深精神紧张 一度造成疼痛 严重恶化 其实 对这类患者只需进行宽慰 教育她坐个一小时就起身走一走 活动活动 她的问题就会很快得到解决 甚至不需要专门的物理 Mei也把这种患药用在了她哥哥的身上 我哥哥的腰背痛势也不短 就是开导了她的观念 告诉她有十万腰做也没事 很快她太过僵硬的后背肌肉得到放松 姚痛随即大幅减轻 这种保持直立坐姿的观念 并没有考虑到个体的脊柱差异 O.Fan Erwin教授说道 有些人天生脊柱保持良好挖曲 而有的人并非如此 你叫所有的人都是按照同一个标准 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这就类似于你把一个观念强交给所有的人 而或是个体间的差异一样 但这种现象仍然是无处不在 从学校到健身场所到人体工程学 再到专家建议 而且非常难以改变 错误认识二 弯腰对你的后背不好 再弯腰时要求后背挺直 怎么看都是一种怪怪的姿势 而事实上也很不舒服 但我们总被教育这样做才是对的 对保护后背有好处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答案是未必 弯腰其实对于后背非常有好处 这是放松后背的最自然而然之事 但是人们的传统观念认为弯腰是千万要小心 要把后背挺直 但事实是 这种姿势让你肌肉僵硬 根本起不到放松的作用 而且相当不舒服 欧斯利文教授说 M2 M也同意欧斯利文教授的说法 并提到近来一个放松脊柱旁肌肉的新方法 近些年来 我们都强调作为以及YNT重物时的后背挺直 但实际上 脊柱是人体最为牢固的系统 通过运用腿部肌肉和臀部肌肉使了腰体重物 使得背部肌肉得到放松 是心境出现了一个运动模式 这能很大程度改善背部僵硬患者的腰背筒 错误认识三 最佳姿势 欧斯利文教授主导的关于姿势的临床研究再次表明 并没有一个最佳的尺寸或标准来定义所谓的最佳姿势 他参与其中的一个研究 调查了欧洲的295位物理师 要求他们从蜷缩到笔直的9个不同姿势选项中 选择一个最佳坐姿 虽然85%的诗选择了其中的两种 但其他7种姿势 仍然被不同的物理师认为是最佳坐姿 因此即使是最为专业的物理师都不完全认同一个所谓的最佳姿势 况且已经有其他证据也表明并不存在最佳姿势 物理师Scot Murray 说道 我们已经完成一些研究 观察成年人群中华腰坐着和数年之后的腰背痛是否存在联系 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关联 因此 将华腰坐着和腰背痛联系起来的传统说法是缺乏证据的 欧芬尔文教授说道 那么当前对坐姿的正确认识是什么呢 正确认识 下一个姿势总是你认为舒服的姿势 长期的久坐对身体的确是不利的 这也同样适用于你的脊柱 一直保持一个特定姿势是不可取的 尝试变化不同的坐姿势有益的 欧芬尔文教授解释道 这就如同你整天踹着一个拳头 钱比会感到酸长无比一样 你整天收复 挺直的坐着同样让你相当不舒服 为此 物理师Scot Moore给出如下建议 一如果你整天弯腰坐着并且已感到不舒服 那么你应该坐直并尽量保持生理性腰队曲线 而如果你整天笔直坐着并且已感到不舒服 那么你应该试着弯腰坐坐 并及时放松后背肌肉 不管是哪种坐姿为主 都应该定期起身活动活动 三尽量采用不让后背肌肉紧张的坐姿 例如在坐着时 不要让核心肌群过分紧张 此经常变化姿势 完全不要害怕高优腾或者弯腰坐着 放松肌肉会让你感觉好很多 无及时在工作期间 也要积极锻炼 离开坐椅的走廊走一走 运动是腰背痛的良方 六除了坐姿以外 还需注意另外一些造成腰背痛的影响因素 比如压力 不良睡眠 不健康生活方式 缺少运动 以及你对疼痛的观念 告诉患者 如果他们发生腰背痛 记得一定要找具有丰富经验 并且专寻寻询医学证据的物理师 合作手机QQ支付宝号 1531334300 并且专寻腰腰肠按复制 关注康复医学网号 Synfix基础临床 按摩疗法 解剖学 乐学的结合第三版 院士推荐 康复诗人手艺本 超值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